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林子彤 现在先和大家跟进昨晚欧美股市收市的情况 卫街股市做好 其中标普摁摁白指数创新高 美国上周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多过市场月期 支持联储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 维持低利率的隔派政策立场 至于道指先跌后回升 收市报33,503点 上升57点 升幅大约0.2% 至于标普摁白指数迫近4,100点水平 收报4,097点 上升17点 创收市记录新高 纳指升到7个星期高位 距离2月中触合高位的记录相差不够2% 收市报13,829点 升140点 升幅大约1% 至于美国债息下跌 带动科技股做好 Amazon、微软、苹果和Netflix 升近1%和2% Tesla受到拜登政府提出 1740亿美元推动电动车发展提案带动 股价都升近2% 看看美国上市港股 预托证券就个别发展 汇孔借比本港收市升0.57% 腾讯升0.9% 阿里巴巴跌0.49% 美团升0.200% 郭寿升0.17% 中石化跌1.05% 中石油跌0.71% 巴黎Cat指数收市升35点 收报6,165点 看看商品期货方面 国际优加变动不大 纽约期日收市报每桶59.6美元 下跌17美元 伦敦布纳特期日收市升4美元 收报每桶63.2美元 金价方面 因为美元和美国债息都下跌 加上联储局重新夹派政策立场 提升黄金吸引力 纽约期间收市报每桶1758.2美元 上升16.6美元 升幅大于1% 看看汇市方面 美元是偏远最新的美元匯价 港元7.778 日元109.222 欧元1.192 英镑1.375 瑞士法龙0.924 加元1.256 澳元0.765 纽西兰元0.706 至于美国债息率下跌 10年期债息跌至1.625 30年期债息跌至1.625 30年期债息跌至2.308 看看港股 刚刚开市 暂时跌回95点 最新是28910点 国企指数跌44点 最新是11063点 大市成交暂时168亿多 焦点股房方面 要留意腾讯 昨天配股下跌幅比大家预期少 今天轻微到升 最新是624元 这纸和大家先跟进到这里 稍后还有其他直播环境 稍后再见 要财银提提提你 厌货黄金买入价1756.85 买出价1757.48 厌货白云买入价25.4634 买出价25.5162 以上资讯由要财银提供 以上